礼拜的重点大概我们是总共这边有八个段落 第一个就是什么 将资料库...将资料写入到资料库 这个部分的需求大概就是说 如果你的资料可能相对的比较庞大的话 或者相对的你栏位数比较多的话 或者结构比较复杂的话 你在执行也是有效率比较差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会想说 可能放资料库里面会相对比较OK一点点 其实如果你是有跟哪个资料库搭配最简单 看起来应该是最简单的 因为如果你用别的资料库的话 可能还需要再安装一些相关的资料库 本身连线的... 你可以叫驱动程式 或者你也可以叫它一个什么连线的物件 或者连线的一个韩式库 那些都要额外安装的 OK 那可是SS不用 或者是你用MS SQL MS SQL Server也不用 直接连线就好了 那我们上个礼拜有大概说明一下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SS它的作用 第一个就是什么 你就是增加一个资料库 空的一个资料库就可以了 其实以后你根本不用SS 你就把空的SS资料库留 以后我改个名称 放在Excel旁边就好了 或者放在某个地方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将来我们Excel 其实主要就可以在这个空 只要连得到那个档案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档案 副档名就是.accdb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什么 Create Table 就是增加这个资料表 就是Table 然后里面几个栏位 有没有你几个栏位 然后你就把Excel的对应的栏位 把它丢过去 就用Excel in to 然后查的话就 Delete 其他的话还有修改就 Update 删除就Delete 大概这些东西如果你会的话 基本上我想在处理资料库 应该也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 所以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如果你们假设公司或部门 大家都要共用资料的时候 如果你把Excel拿来共用 其实问题会蛮多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想什么 你干脆就把它放在Excel资料库 然后用网方共用的方式 应该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网方共用 应该不是什么太复杂的设定 有没有上一拜把它设定一下 你只要公司内部是网方 应该都有连在一起的 OK 所以你就这样的方式 算是最简便 而且不用说还要架一个服务 因为如果说你要用上什么 MySQL或者MS SQL 那你就必须要一个SERVER 一个SERVER等级的电也不用 但至少那个等级不能太差的电脑 而且它随着要开着 这相对的其实也比较麻烦 我是觉得这个应该是最简 如果你只是简单要分享资料的话 或许这个是一个方法 因为不然的话还有个其他方法 就是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你可以放在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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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 当然你说by sale写到这个SS的方法 至少有N种太多了 那我目前上个礼拜跟各位分享 应该是比较简便的 而且里面都有一些范本 你就用范本来 应该范本抠一下改一下 应该没什么问题 应该也是最简便的 而且这个范本用了至少20年以上了 应该会有问题找到问题 没有问题 反正就是留下需要的部分 不需要我都把它删掉了 其实理论上还需要像后面有什么set 那个convention要set set那个等于nothing 但实际上我没写 我没写没什么关系 因为程式执行关起来就nothing 那你写了等于多写一行 我觉得有些东西 暂时不需要写也OK的话 我可能有些暂时不会写 那你们当然可以参考一下 别的网路上面的相关的东西 然后稍微比对一下 另外的话我们还有讲到有关什么 大概就是建立A写的资料库 把资料写过去 另外的话还学习删除 然后栏位等等的相关的方式 这样还可以写过去 就可以把它读回来 读回来其实也非常简单 因为range里面有个方法 叫copy from recoset 非常简单 你后面就可以一个指令 就可以把资料 从那个资料库读回来的 而且效率非常快 没什么问题 用的其实也都蛮流畅的 会困难吗? 其实我觉得没起行 OK 但是这边的话 你可以衍生出非常多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想要再延伸的话 建议你可以再去了解 那个所谓的Seql的语法 OK 这个叫Seql Execute 读为Seql 那你可以 如果你可以买书 或者是说你可以Google一下 Seql语法教学 里面的话就会有很多语法 你把那个语法 带到我们之前教的那些程式里面 其实就OK了 那再来的话 其他还有像MySeql 这个MySeql是Server 这个难度比较高 所以我待会带一下 然后网路上也有一些懒人包 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 可以回去再把它研究一下 那什么时候会用到MySeql 当然就是说你的资料量又更大 可能SS跑起来还是很慢的话 大部分怎么样 可能资料量一定是超过百万以上的话 你觉得它跑起来又很缓慢 有时候可能会卡住很久的话 那还是建议你用那个 就是更大型的资料库 如果免费的话又买Seql OK 那其他的话还有就是说 我们把1到3月把它合并在第一季 那这个就是有点像什么 跨多个工作表 把它合并在同一个工作表 那也就是其实你会发现资料不外乎就分 不外乎就合了 像这个的话就是合并 也就把1到3甚至是什么 1到12月份的资料合并在一起 那其实这边用的最多最重要的 就是叫range.copy的方法 这个其实几乎可以拿它来取代那个什么 Ctrl-C,Ctrl-V的那个意思 其实Ctrl-C有没有就是range 你选一个范围嘛 Ctrl-C那不也一样的道理 Ctrl-V的话你贴上 特别你贴上不用再选一个范围 你要选一个什么 一个储存格就好了 有没有你就Ctrl-V 那就帮你把它贴到那个位置开头 一直延伸出去到那个范围 那到底差不多 只是说如果你用程式来写的话 你还可以配合回圈 还可以配合逻辑 OK 你可以做很多的变化 你就不用怎么样 每天Ctrl-C,Ctrl-V,C,C,Ctrl-V OK,大概是这样子 那刚刚有同学问到一个问题 其实还蛮好啦 这个range 如果说你要复制 假设说你要的是连续范围 当然没问题 可是如果非连续范围 什么叫非连续范围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以那个我们今天要讲问题05 这个好了 所以大家也许你如果要练习的话 你可以开问题05 那问题05的那个范例的话 基本上就是在单元05 你就打开单元05 里面就问题05了 OK 把它打开 那如果说一般复制 假设我要复制这个范围 A1到C5 那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复制 一定会复制到B欄的资料 B1到B5 那如果说以前我们的复制 如果我要把只要什么 A1 A1到A5 跟C1到C5 B1到B5不要的话 帮我复制到哪里 复制到这里 这样子call过来 两栏就好了 那怎么做 那以前你可能要Ctrl C Ctrl V 其实在那个复制还有一招 你可以这样选 选这个然后按Ctrl键 Ctrl C 有没有 它可以什么 隔开来 一次可以选两个吧 Ctrl V 直接贴上 有没有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如果是用那个VBA写的话 怎么写 其实差不多意思 如果你用VBA写的话 你可以写的方法 你如果不想要在Sub裡面写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直接 解释里面有一个叫即时运算式窗 你可以直接怎么样 把程式写在这上面就可以了 OK 那 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写两个范围的话 其实蛮简单的 Range 特别注意 直接在这边 不用打问号 问号是执行 如果我今天要把 这两个范围call到这里来的话 那第一个打Range 特别注意 再来的话 一样它中间是一个字串 那你如果要叙述的话 你就是A1冒号A5 就是这一次第一个范围 豆点 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有第二个范围的话 它如果不是连续的 是间隔开来 你可以再打一个C1冒号C5 然后前后再用双引号把它包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你还有第三个范围 你就继续逗点 有没有 逗点 比如说你还有什么 E1到E5 有没有 中间隔开 可以继续再把它隔开 后面的话 你就直接什么 点Copy就可以了 然后到哪里 Distination 它跟你说在哪里 把它放在N 把它帮我丢到N1这里好了 你就跟它讲说 帮我放在N1那个储存格 延伸出去的那个范围 所以N1 然后这样子OK了 OK之后的话 你就直接按Enter 如果你用即时运算的话 其实等同意 你可以直接执行它了 你不用写Sub的话 Enter 各位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 它就直接把什么 建档日期 跟业务 你会发现进度就没有过来 直接就帮我把它放过来 其实就这样的方法 就等同于什么 刚刚的Ctrl C 而且是多个范围 OK 也就是不一定要连续的范围 其实这招还蛮好用的 所以 这个把那个什么 Range里面的点Copy方法学会 那真的是效益还蛮大的 以后的话 你根本就不需要用Ctrl C 你只要把程式写出来 那所有的范围通通帮你集中在某个地方 你要产生的爆表也会自动帮你集中在你要放的位置 当然呢 因为这边我们是同一个工作表 没有序值 所以如果你将来要跨不同的工作表 那你就前面加一个哪个序值就可以了 有没有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吧 这应该了解这意思吧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呢 今天的话我们就要接着来看一下 有关这个问题05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主要是做什么 主要我们是希望可以拿这个问题05的话 主要是做资料的筛选跟分割工作表 比如说呢 我希望怎么分割这个工作表 我希望像这个是一个总表 Ctrl向下 它总共有2500笔资料 那里面的话呢 业务人员这么多 如果我今天是希望怎么样 把每个业务人员的资料分别做报表的话 分别做喔 那如果你现在总表的话 当然你变成你要做每个业务人员的个别报表的话 就会麻烦 所以怎么样 第一个你必须怎么样 把业务人员的资料 全部把它分开来 那分开来第一个问题 那你怎么知道里面有几个业务人员 所以怎么样 你可以把C栏选起来 Ctrl C 再到间隔一栏好了 再到N栏的地方贴上 就是把C栏整个贴到N栏 然后做什么呢 你可以用资料里面的移除重复 可以吗 应该各位有用过这个功能吧 然后有没有标题 有标题 那把它移除掉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喔 他会帮我把什么 把那个 总共2500笔减一 2499 移除掉之后呢 就保留6个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就有6个 6个这个业务人员的 那这个功效 其实跟那个枢纽分析表还蛮像 枢纽分析拖拉过来 他其实就是帮你做移除重复 然后再个别帮你做 像三米符还是康米符 就是加种或者是技术 好 那第一个做完之后的话呢 第二个我希望呢 把他们的资料分别 假设菜头就帮我新增一个菜头工作表 然后把菜头的资料呢 扣过来 这个地方应该有类似的用法吧 之前我们有做过类似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 再来可以用筛选 筛选 然后呢可以针对这个菜头的资料 把它筛选出菜头的资料 然后把菜头的这个资料怎么样 再把菜头这些资料 一般是把Ctrl-Ship向右向下 再把它贴到 你要先新增一个工作表 把它贴过去 那工作表叫菜头 可是问题啦 我们现在当然不是要叫你图法链钢 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 如果你们公司这个业务人员一大堆的话 那你每天光要分割这些资料的话就头痛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做什么 就是做自动化处理 第一个哦 刚刚这件事情不用动作 自己就可以完成 有没有 业务移除重复 第二步的话呢 有这个之后的话呢 利用它去筛选完之后 建一个新工作表 把资料抠过来 一个一个一个自动 跑个回圈就完成了嘛 对 所以这个地方有没有 自动就完成了 有没有 菜头到瑶瑶全部都OK了 再来最后就是把它删除掉 恢复成原来的样态 OK 这是像这样 那待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怎么做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这边是 刚刚就是多讲了一个 那个range.copy的方法 如果你将来你的范围是好几个范围 要做分别复制的话 当然啦 以前的做法 如果你不知道刚刚那个 中间加豆点的话 你也可以啦 先call一个 然后再call第二个 再call第三个 可是其实这也是颇麻烦的 为什么 因为你call第一次 你还要知道第二次的那个disnation 变了嘛 你要再换一个地方 其实有时候还在算那个位置 颇麻烦 所以 倒不如用我刚刚讲的 这边就是 range里面 一样放个字串 只是说那个范围中间加豆点就对了 OK 这部分呢 请各位如果有这个 可以练习一下 我觉得这个还蛮容易遇到的 OK 那第二个的话 请各位就开启那个问题05 问题05里面的那个这个范例 然后请各位把C栏先贴 整栏贴到N栏 然后做移除重复